根据本台记者吴卓明报道 6月26号 旧金山紧急事务营运中心召开本地华文媒体圆桌会议 由旧金山卫生局新闻官袁美兵介绍旧金山目前新冠病毒面临的严峻情况 杨冯雪莹医生介绍其在紧急中心协助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并解答记者关心的经济重开问题 当天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宣布 推迟原定于6月29号恢复重启的经济活动 其中包括美发沙龙和理发店、美甲沙龙、纹身沙龙、博物馆、动物园、室外酒吧和室外游泳 在先前的重新开放情况下 当前允许的业务和活动没有任何的变化 布里德指出 现在整个加州新冠病毒的病例都在增加 旧金山的确诊病例也在增加 为了遏制病毒的传播 旧金山市需要暂时推迟一部分经济的开放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